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8月8号 两世呢 中阳线 中阳线啊 日线啊 昨天咱们说日线的序列级别较小 容易消失 今天其实不是消失了 今天是隐藏了 日线的序列是7 明天是8 下周一是9 如果下周一 如果下周一 低于8859点 日线还是会出序列 再说一遍啊 如果日线下周一的收盘价格低于8859点 日线还是会出序列 现在不是消失啊 是隐藏 隐藏跟消失 消失是序列重排啊 消失是序列重排 好吧 这是第一种啊 第一种 第一种 那么今天大家看一下90分钟线啊 90分钟线呢 很多人问这里是不是四浪反弹 我之所以没说 就是因为目前来讲还不能判断是四浪反弹 请看文档 假如说在这个地方再下去 中间的这个地方就不能判断为四浪反弹 对吧 对比二浪的话呢 它级别太小了 四浪的级别太小了 所以现在呢 不能定义为四浪反弹 可是我们可以假设是四浪反弹 假设是四浪反弹啊 然后用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跨度研究 一浪起点 注意啊 要取收盘价格的最高为一浪的起点 这根线啊 这根线啊 不是后面那个3048点的那个最高啊 哎呦 是啊 抱歉啊 抱歉啊 这个这个做图的时候用了上这儿的数啊 用了上这儿的数 用了上这儿的数是不对的 多了三根线啊 多了三根线啊 稍等啊 73除以60 乘以34 41 参数不对啊 如果是上阵指数 就是这根线 它呢 差了三根 从一浪起点 到三浪中点 上阵指数是76根线 那么 深层指呢 是73根线 它的取点标准是收盘价格的最高 所以他们会差 这个是上阵指数 这个呢 就是深层指 两个差三根线 就是76和73 上阵指数就是76 深层指73 那么深层指的参数不是 643和6 是641和6 好吧 641和6啊 我再把这张图传一下啊 再把这张图传一下啊 再把这张图传一下 好 大家看这张图啊 看这张图 641和6啊 641和6 这是深层指了 深层指 因为它的起点呢 是这根线啊 这根线 上阵指数呢 不一样 所以呢 起点为0 后面 开始到这 73根线 对吧 对吧 641和6啊 641和6 但是这里呢 我刚才说了啊 我不能确定它是4 如果这个地方下去了 再继续下去了 那这个时间呢 就会加长 至少再加长 10根线 假如说它到83 假如说啊 它如果到83 加10根线 现在是73 对吧 如果到83 你就看120分钟线 效果要比90分钟线要好 如果要是这个83根线的话 越接近于60 这个周期的选择就越对 为啥用90分钟啊 因为用60分钟太多了 90多根线了 对吧 90多根线了 所以我们用90分钟线 假如说73 再往后移 后面还有下跌的话 就用120分钟线 然后呢 一浪起点到三浪 终点的距离改变 K线数改变 参数则不同 将来用于定量 四浪反弹结束 能理解的答义 好吧 好吧 好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啊 那么90分钟线 90分钟线啊 目前也没有结构 目前也没有结构啊 假如说 641和6在这个地方 持续上冲的话 那你就要看它穿零周 它距离 现在距离零周还很远 还很远啊 我觉得明天是穿不了 最快也得下周 所以本周来讲 可操作性是不强的 下周再说下周的 下周再说下周的 本周来讲 可操作性是不强的 不太明白 这这么多人打二呢 再讲一遍啊 再讲一遍啊 这个方法叫做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跨度研究 在咱们系统课的波浪理论有 网上你要搜这句话 你能搜到一堆 当然都是我说的嘛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跨度研究 它的起源是美国的比尔维连姆 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20年前出的书 叫做证券混沌交易法 混沌操作法 好吧 混沌操作法 比尔维连姆 当然也有人管它 叫比尔维连姆斯 这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我记忆当中是比尔维连姆 他后来又出了一本书 叫做证券交易新空间 那本书呢 我看过之后觉得 就是说没有那种震撼的感觉 有点像船的 那本书有点像船的 东抄一下西抄一下 咱们国内的证券书 都没法看 大家知道吗 国内的证券书都没法看 你找100个品类 证券方法 90个品类 看起来一样 东抄一下西抄一下 没有创新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益著的书啊 我还是要看 我有时候还会看 国内的书呢 我基本不看了 好吧 这个不说这了 说这个 一致性获利法 比尔维连姆呢 他其实对于三浪 对于四浪 对于五浪 都有量化的标准 这是我在最开始研究 数字化定量分析的时候 我其实跟咱们学员介绍过 是吧 有一个姓王的 王先生 启蒙了我的数字化定量分析 然后在这条路上 走了极深 在最早期的时候 遇到比尔维连姆 证券混沌操作法 他其实对于波浪理论 是第一个进行量化定量的人 其他的呢 艾瑞特老先生 活着的时候 也只是说在空间上定量 浪行上定量 但是对于四浪的结束 包括三浪的结束 五浪的结束 其实这个证券混沌操作法 这本书里都有介绍 但我发现的不准 不准啊 唯独这个定量四浪 特别有意思 特别神奇 就又回到了这个 就又回到了这个 我们前几天啊 所说的这个 九转序列的9 为什么好用 它的参数 为什么调整成 534和5 不知道 然后我就找相关的 关于534和5的 这个数学依据 后来找到了 鹦鹉螺旋 鹦鹉螺旋 534和5是 乘180度对称的 534是乘180度对称的 所以鹦鹉螺旋呢 它的 它的变化的根据 关系就是黄金分割 0.618 但是黄金分割 你只会看到数 1 2 3 5 8 13 21 34 然后你知道 5和34在 废施数列上 废波纳契数列上 但你不知道 它的数列的关系 所以我刚才说的 并没有说 废施数列 我说的是 鹦鹉螺旋 鹦鹉螺旋上 5和34是 180度的对称关系 就是它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边是5 那边是34 鹦鹉螺旋啊 说的有点 说的有点 大家可能 但是你 我说这些 就是让大家看到 我早年都研究了什么 让你们看看 我早年都研究了什么 是不是 昨天我看那个 这个叫应营的 跟这个徐翔 我们老徐家的徐翔离婚 他介绍了一些 这个徐翔的经历 是吧 他说徐翔 你说我认识他 宁波赶死队 他是四目一哥嘛 宁波赶死队 说了几件事啊 说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 我印象最深的 徐翔他媳妇给他生儿子 他还在看盘 手舞足蹈的看盘 人不封魔不成 是吧 人不封魔不成福 好了 我就是徐翔 他媳妇说给他生儿子的时候 他还在看K线 他对钱 没有那么大 那么深的理解 他已经几十亿身家了 从上海到宁波 还是不断的倦 就还没有车呢 还不买车呢 为人非常低调 就喜欢研究技术 看他的话来讲 就是有一定的轻度的社交恐惧症 然后呢 他举了他儿子说 就是想把他所学的 对于市场上的奥秘 记录到小本上 要传给他的儿子 就你看这段经历 你才觉得 这是我们做市场研究的人的乐趣 你给我提钱太俗 所以我刚才证明 就是说 我早年在研究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候 你看我都研究了什么 研究到鹦鹉螺旋 鹦鹉螺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螺 鹦鹉螺应该叫做 那是一个海螺 那是在自然界当中 真实存在的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海螺 然后我们说这个534 它是具有一定的数学 或者是数字基础的 但是比尔维莲姆本人 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书上就画了 当参数调整成534和5 上传或下传零轴的时候 四浪调整或反弹结束 好 这个概念我知道了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假如说 比方说大家看那个90分钟线图 我就现在看那个90分钟线图 如果90分钟线好用 534和5好用 那么60分钟线一定不好用才对 这是最基本的逻辑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那么这个方法虽然说是很神奇的 但是不同周期怎么应用于这个方法 这就是个问题 是我 注意啊 我徐晓明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我给他起的名字非常学术化 名字也是我起的 叫做一致性获利法 好 这个方法是比尔维莲姆的 我们必须注明出处 这个东西是比尔维莲姆的 时间跨度研究 你看你听完这个名 移植获利法的时间跨度研究 这么长的名 是不是很学术 所以你们知道我当年经历了什么 就经历了很多学术上的东西 然后呢 我就怎么去解决呢 第一种解决的方案 因为如果产品足够牛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浪到起点 我都给你弄成60根线 一浪起点到三浪终点都弄成60根线 比方说 现在这个95 我现在就能弄 给你们演示一下 现在一浪起点到三浪终点的K线数是73根线 对吧 刚才说了这73根线 我把它变成 稍等 稍等 我试试M105 M105 这个有点特殊 这个有点特殊 类似于吧 类似于吧 它如果是小周期 比方说它是15和30分钟 这个就很好办 我把30分钟调成24分钟 或调成25分钟 它的一浪的起点到三浪的终点 就到了这个一把这个60根线了 比如说第一种方法是调每一根线的切切线周期的问题 就是我把所有的图形全按比尔维莲姆的这个534分5的标准图形匹配 然后找到这个周期 就是适用于穿轴的这个周期是多少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从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太麻烦了 没必要 所以不同的周期 我无非就是切这个参数就行 你如果这个K线的图形上显示的是 一浪起点到三浪终点是60 我就534和5 如果你切成小一倍的周期 比方说现在90分钟 切成45分钟 它就变成了120根线 120根线呢 也简单 把参数调大一倍 534和5乘以2 1068和10 然后我一测 各个周期都很好用 但是接近于60的最好用 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 根据一浪起点到三浪终点的 这个K线数的数量 除以一个标准参数 60根线 我管这个标准参数 60根线的 这个是统计得来的 然后一除 就是73除以60 除以60 等于1.2几 这个1.2几 我管它起名叫做 这个名字也是我起的 叫做基本震荡因子 后面就是单样测底 和单音测底 也会用到这个词 叫做基本震荡因子 震荡因子 就是这个波动率的问题 就解决这个波动率 大小的问题 然后再根据 这个波动率的大小 就是基本震荡因子 再乘以标准参数 534和5 比方说我们刚才得出1.2 乘以5就是6 34乘以1.2就是41和6 本来一个很小的问题 是吧 当我一解答 大家是不是就更不明白了呢 跟听天书不似的 刚才好多人打2 所以我就解释了一下 更免更晕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次就是我这么说一下 你们是不是相信了 我当年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 可不是浅的研究 对于数字化定量分析 我说的那个 这个王先生的 他当年只能做单阳测底 后来我又 是吧 我又弄出来单阴测底 但是计算方式不一样 计算方式不一样 不用一样 我这么聪明 你告诉我逻辑就行了 我自然就能够取模 自己就建模了 还用一样吗 但我告诉大家 这些研究 是我在18年吧 17年 17年前做的研究 17年前 到现在还好用啊 咱们经常用 对不对 方法的名字叫做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跨度研究 也就代表我根本就不需要 必须一浪起点到三浪终点 是60根线 我不管它多少根线 所以这张图90分钟线 如果再往下走 那73变成83了 我们就用83除以60 要是93了 就是93除以60 但我刚才说切成120分钟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我们从90分钟线 切到120分钟线 从一浪起点到三浪终点 这个K线数变成了60了 越接近于60的这个数字 它的准确性就越好 我只是为了提高准确性 你要不切换120分钟线 你就90分钟线 加的K线数就完了 这就是我解决了时间跨度的问题 就这个方法 在我这任何周期可用 这个方法在我这变成了任何周期可用 而你如果只读了混沌操作法 你就算学了那个方法 你不知道应用于哪个周期 所以你说 虽然我的创新是比较小的创新 但是它更实用 对不对 是不是更实用 以前没听过吧 还有这么复杂的经历吧 行吧 这个讲到这儿能够听清楚的 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意思的 鼓个掌呗 这倒是精彩吧 要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 他讲不出这些事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我这早年的时候 这都经历了什么 你像单阳测顶和单阳测顶 好像是去年做的程序化 对吧 自动出来了 直接可视化了 好 不聊那个了 不聊那个了 这聊到哪了 接着往下聊 接着往下讲 日线 两个趋势又重叠了 对吧 两个趋势又重叠了 再来 跌加在一起了 跌加在一起呢 容易出现大开大合 大开大合 一突破突破两个趋势 一破位破位两个趋势 大开大合 现在来讲呢 距离趋势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们不用多想 就是 按照交易的标准来 标准上没有结构 刚才看了 最早出结构 明天我觉得也很难出 估计最快也的后天 就是下周一 所以这周 没有操作的概率 是大概率 大概率 结果没有 趋势又不突破 现在只能 保持着现有的仓位 就是 野鸦蛋 仓位 零仓 好吧 交易要有标准 按标准来 现在就是不做 没有操作 没有买入规则 不符合买入规则 没有操作 就完了 是 你感受到我对股市 深深的爱 深深的爱 所以我今天早上 还是昨天晚上 看到徐强 她的媳妇 叫应莹 说跟徐强 徐强的种种的经历 尤其是说到 她给徐强生儿子 徐强还在看盘 这段经历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是不封魔 不成佛呀 当年我也是算是 比较封魔的人了 所以我再说这一段 今天高兴啊 今天多聊一会儿啊 关于 索罗斯 大家都知道索罗斯 是一个做空的大专家 是吧 大空头 市场的大鳄 92年做空英镑 94年做空墨西哥 好像是 然后97年 泰铢 98年亚洲 金融危机 他在 就是很多的大佬 他们成名之计 各不相同 但是索罗斯 是以做空成名 做空成名 然后呢 我起初对这个人 是没什么好印象的 比方说 泰国经济倒退30年 97年 阻击泰铢的时候 泰国的整个全民的财富 就被这小老头给弄去了 我有时候在想 我说他敢去泰国 会不会被人揍死 我想这些问题啊 就是我经常会想道德问题啊 然后我们不说这了 然后这个我本来对他是没什么好印象的 索罗斯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钱不顾一切的人 他不惜牺牲很多家庭的破裂 或者是幸福 来为他自己赚钱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我对他是这样的一个认可 就是最起初的判断啊 索罗斯 然后呢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讲 他在图书馆 他在图书馆 他是犹太人 他在图书馆里看到了 同样 好像同样是犹太人的波普尔 哲学大师波普尔 他的书 其中两本他提到的 我都买了啊 第一本书叫做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二本书叫做 科学发现的逻辑 我都看不懂啊 我买完之后呢 我确实看了 我确实看不懂 确实看不懂啊 这个 当然他有可能看懂了 他一定是看懂了 是吧 然后他买了所有波普尔了 后来他成为波普尔的学生 在大学里的学生 波普尔 索罗斯他 他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 现在应该90多岁了 对吧 他讲述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 已经80多岁了 有一句话 可能说起来不中听 叫做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他没有必要撒谎 所以当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 你会有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怎么办呢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汲取他们的智慧 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吗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汲取他们的智慧 我就追随索罗斯的足迹 把那个就都买来了 他说的那几本书 包括波普尔的思想 就都买来了 买来了之后 第一个确实看不懂 第二个 索罗斯有一个关于在中欧大学的演讲 五节课 特别好 你们要是没听过 那将是毕生的遗憾 中欧大学的演讲 注意啊 有演讲的文字部分 文字的部分 我曾经发在我的这个投资名道上 微信公众号上 但是你要看那个演讲的 这个视频 配上这个中文字幕的这个部分 我为什么让你看这个 你会知道你会了解 你会知道和了解 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注意啊 你能从他的眼神上 能从他的这个语气上 能够感受到这个小老头的真诚 所以你看完之后呢 就从黑转粉了 我原来就刚才说了 就比较黑粉 现在就变成纯粉了 就是黑转粉了 或者叫陆转粉 它就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那五节课听完之后啊 很多人当然说听不懂 但是我听完之后呢 尤其第一节课 绝对是忽然开朗的感觉 所以在很多时候 别人所说的 什么 我为什么就不说这个政策呀 这个等等的不重要呢 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 他们认可的是 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 市场有效学术 注意啊 这是大多数人的 但是索罗斯呢 不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熊市的时候呢 情绪是不可控的 熊市导致情绪的 做空情绪的恐慌性 恐慌又导致进一步的下跌 下跌又导致恐慌性 这个叫做反射原理 所以他的这个哲学基础 叫做反身性 反身性原理 所以熊市的时候会特别熊 估值没用 牛市的时候特别牛 估值也没用 既存在就有道理 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这句话 叫做存在既有道理 价格包容一切 这是索罗斯牛叉的地方 但是大多数人呢 还在那个领域呢 所以说我在公开的 或非公开的场合 已经多次的跟咱们学员说过 或者是这个公开的地方说过 我是坚定的价格包容一切的 忠实信徒 也就是我是索罗斯那派的 就是认为价格不能有效的反映价值 股票的价格不能反映 有效的反映股票的估值 这个逻辑一定是错的 当然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再一个呢 就是索罗斯 他在最开始研究波普尔哲学的时候 并没有用来交易 他只是喜欢 单纯的喜欢研究哲学 但是在哲学研究到一定的程度 遇到一定的平静的时候 有些人继续研究 就走火入魔了 就是你看这个金庸的小说 张无忌练前吞大挪移 练到第八重就不练了 还是第七重就不练了 上面还有一重 如果再练那重 据金庸所说就是 就走火入魔了 适可而止 所以呢 这个索罗斯 不研究哲学了 他准备用研究哲学 所研究出来的成果 用来做金融 用来赚钱 用来实现自我的财富价值 这是索罗斯亲口说的 这一段的经历 所以我在最早年的时候 研究数字化定量分析的时候 我当然个人啊 自视这个这个 悟性比较高啊 天赋比较高 所以呢 当我研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也是拿它用来 在金融市场上 进行操作 真挠真枪的操作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先赚钱 所以其实金钱 目前对我来讲 没有太大意义啊 早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所以有些人就总觉得 说我是为了赚钱 才做这个学员区 你呢是 不知我鸿鸿鸿之志啊 所以我就感觉就这段经历 跟那一段经历啊 非常相近 就是有那种共鸣啊 有那种共鸣 所以我不排除 在过两年之后呢 可能我会放下这些 放下这些一切啊 再去研究数学 或去哲学 或去到大学里进修一下 我不排除啊 所以呢 这个我估计索罗斯 他也是这样 他在研究到一个 一定层次的时候 会遇到局限性 就遇到平静 但是他决定的事情呢 就是先去赚钱 让家人过得更好嘛 我们不光是自己嘛 咱们还有家人嘛 咱们都有对家人的责任 对不对 咱们有对家人的责任 是吧 因此呢 就在这段经历的时候 跟刚才我们听到 跟徐翔的那个经历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共鸣 所以今天呢 就讲给大家听 好吧 讲完了啊 不多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